大家好,歡迎收看第三季的《好味道》 如果大家喜歡看主食影片,不妨按訂閱按鈕 每逢135都會有新影片上載到YouTube 今集我會教大家做啤酒燜豬手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材料 有豬手 薑 蒜頭 蔥 花雕酒 啤酒 桂皮 八角 花椒 冰糖 粉 鹽 生抽 老抽 片尾部分會有食材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食譜 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調整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做法 將薑去皮 然後切成薑片 將蒜頭去皮 然後切碎 將蔥洗乾淨,然後切成蔥段 將豬手放到冷水裡 將豬手放到冷水中 將豬手放到冷水中 蓋上大火煮沸,將豬手出水 將豬手放到冷水中 將豬手放到冷水中 用中火起鑊,加入1湯匙油 放入冰糖,將冰糖煮成焦糖 放入八角,桂皮和花椒,炒出香氣 放入薑片爆香 放入豬手攪拌,炒大約1分鐘,令豬手沾上焦糖 放入蔥段和蒜頭攪拌 加入生抽,老抽,鹽和胡椒粉 和紹興酒調味 將材料混合 再轉用大火 加入啤酒,將啤酒煮滾 再加入200毫升的清水 煮滾後,轉用慢火炆1小時,便完成 可以上碟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意見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有朋友喜歡這個菜式的話,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你的支持對我們來說真的很重要 我們現在再講一講材料的份量 大家可以暫停屏幕,或按下連結 按下連結 這個QR Code 都可以去到 按下連結 如果你有興趣的影片,記得按個讚 如果你有興趣的影片,記得按個讚 有問題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記得按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